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地理位置来看 使得中原政权时刻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战略地位 幽云处于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的最北端 地形复杂 一手南宫 是一道天然的军事天险 辽国占据幽云后 尽夺河北险要 冬季黄河一结兵 契丹人就可以高高兴兴 骑着马来中原采购年货了 而且幽云地区北高南低 北方的骑兵直扑华北平原时 中原步兵投载铁 也顶不住这么凌厉的攻势 这里从古至今 向来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把幽云十六州拱手让给契丹的儿皇帝石敬堂 也成为古代历史上千年以来最鼎鼎大名的儿子以及汉奸 石敬堂毫无疑问 一臭万年了 只不过人家是沙陀族人 并不在乎这么点骂名 当时身边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刘之远就劝过石敬堂 契丹人贪图便宜 只需要许给契丹一些金银钱薄 他们便会来支援 不需要这么优厚的条件 然而石敬堂的反应却是集合能责 不听 不过当年石敬堂即便不开出幽云这张空头支票 来抱辽国大腿 辽国自己也会在中原混乱时 动手强占幽云 甚至入侵整个中原 后来的宋朝能不能出现 都要打个问号 二 后周和两宋的努力 先下一个结论 周世宗柴荣是当时最有可能收复幽云 真正统一中原大地的人 柴荣的战略眼光 绝对是赵大和赵二远远不及的 一开始 他也是按照王普的先南后北 先议后南战略实施 但在打下淮南十四周之后 柴荣敏锐地感觉到 这个时候进攻江南 根本不是我这种英俊潇洒的人要先干的事 应该趁着北边 睡王辽木宗这个二货上台 搞得辽国天怒人怨之际 加之 幽云地区的汉人 对辽国的高压统治早已心生不满 柴荣只有一举挥师北进 迅速夺下幽云十六周 才能扫清北方对中原的威胁 这是何等的雄心魄力 公辽决策并非柴荣盲目一时兴起 而是根据当时内政外交的精心研判后做出的 所以 一旦柴荣决意乏辽后 短短数十天 水路并进 连夏营 墨 宁三周 以及易金关 瓦桥关 瑜口关 三关十七线 最远达到了幽州附近 可就在柴荣准备直取幽金时 因病重不得已退兵 实乃天意 要知道 当年柴荣才三十几岁 正当壮年 若上天再给点时间 哪怕再给十年 以他的英才伟劣 辽国虽应罢 义不足律也 更何况 辽牧宗根本就是来打酱油的 听到柴荣二字 都能下出心脏病 柴荣死后 宋朝建立 北宋的政军体制完全照搬后州 赵匡应与柴荣相比 军事上 先南后北则显得稳重很多 虽然他也打过北汉 甚至都包围了晋阳 但是当他发现辽国前来救援的时候 立刻就撤了兵 而就在赵匡应稳住南方局势后 辽国政局一下又变了天 女中萧雄 萧太后执政 并有了精明的韩德让辅佐 这些变化也让赵匡应措手不及 宋史中还记载了赵匡应一个很萌的想法 我以二十四眷够 一气单人手 其精兵不过十万人 只费二百万卷 择敌尽以 他设了个封装库 打算存够三五十万民时 就向辽国赎买幽云十六州 要是辽国不卖 钱就用来买气单人的脑袋 后来千古迷案 竹营俯升发生后 可怜赵大还没来得及 做成这买卖 就撒手而去了 赵二的军事领导才能 相比前两位就只能用搞笑来形容 消灭北汉后没有修整 就吭吃吭吃的 匆忙攻打辽国 宋辽两军在高亮河一战 占人数优势的宋军大败 赵二屁股重剑 乘驴车逃走 二次北伐时 赵二又猜忌大将 搞阵图 搞遥控指挥 又大败而归 自此谈辽色变 几番自取其辱后 大宋朝逐渐变成了大宋朝 丧失进取心 转为首室 而辽国则以幽云十六周为基地 多次南下恭送 到了宋真宗时期 双方最终打烦了 在缠冤一合 中宋一朝 在武力鼎盛之际 打也打了 甚至想用钱赎回 都未能收复幽云 其实已措施最佳时机 难怪宋神宗临死前 还是对幽云之地 心心念念 抱憾而终 北宋后期 女真人崛起 宋金联合起来 灭掉辽国 其中很大一部分动机 也是北宋 想要在灭辽后 趁机收回幽云 可惜后来 金太宗笑呵呵地看着 大耸朝的两个火宝 昏德公和重昏侯 心想 朕把幽云送给你俩 怕也是守不住吧 禅州之战 金灭宋之战 就说明了一切 就这样 幽云十六周 像一把利剑 悬在了宋朝头上三百年 心惊又心痒 而不能得 三 幽云十六周 真的那么重要吗 首先 前面说过 幽云的地理位置 极其重要 割让幽云 直接造成了游牧民族 对中原王朝形成 俯冲之势 失去了天然屏障 宋朝就一直处于 游牧民族的铁蹄威胁之下 其次 唐宋时期 幽云的部分地区和西夏 是最重要的战马产地 幽州战马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 都驰名天下 八百二十二年时 如龙节度时 朱克荣曾一次 向朝廷献马万匹 数量惊人 幽云一丢 宋朝既没了长城的保护 也没有了可靠战马来源 只能依靠机动性 更差的步兵 用血肉去根辽 今西夏的骑兵周旋 所以 北宋一跟他们 对打的时候 就常出现兵力 但优却惨败的局面 到了南宋时期 南方多湖泊 削弱了骑兵的优势 所以 看起来更耸的南宋 战斗力 却好像更强一些 但实际上 缺乏战马的劣势 还是没有得到弥补 同时 幽云地区也是辽国 与后来的金国 经济文化 最富庶发达的农业区 在辽国的一国两制下 幽州由原来北方的军事重镇 一跃成为辽朝的政治陪都 军事前哨和主要的赋税来源地 有了足够的人口 土地粮食 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 大幅跃升 辽金这种四处打野的游牧政权 迅速转型为半木半耕的封建国家 后世的部分历史学家 也都认为 后期的辽金政权 已与中原文明无异 金国在接受了南宋称臣后 甚至一度以华夏正统自居 这些现象 不光影响到了辽金 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蒙古 俄罗斯人直到今天 俄语中的中国 仍然是契丹的发音 文明程度的提升 使游牧民族原有的骑射优势 进一步得到提高 流氓一旦有了文化 就会对中原王朝 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 最后也是最可怕的一点 幽云十六周 自石敬堂公元938年送出 直到清朝1912年灭亡 抗战时期 还被日本占领了八年 中间经明朝朱元璋收复 其时共被一族 统治了接近七百年 辽金时期 幽云乃是汉人 相当密集的一个地区 然而幽云的汉人 却被宋朝 歧视为胡人 从兴契级归宋后 宋朝对他的态度 就可知一二了 辽国和金国 也把这里的汉人 视为异类 非常戒备 蒙古人建立元朝后 元辽 金 高丽 大理和幽云的人 被划为三等 称为汉人 长江以南 元南送的人 则被划为四等 称为男人 实行不同的阶级政策 汉人杀了男人 只需要赔偿钱 才即可 而男人 杀汉人 就必须抵命 男人在税收上 也比汉人重 向当官 科举上 也比汉人 更受到歧视 直接导致了 幽云的汉人 政治态度 一直模糊 不清 永远只追随 利益而动 相比之下 汉人甚至更加拥护 蒙元的统治 明朝洪武 元年八月 明太祖朱元璋 浅徐达 常玉春 功克大都 幽云十六州 得以重新 并入汉人的 势力范围 四百五十五年的 非汉族统治 人心早已变了 实际上 直到朱棣 迁都到北京后 古代中国的南北争议 才算有所缓解 最后说个结论 古称 失灵北壁 获幽云 失忧云必危中原 忧云十六州的丢失 一刀把中国古代历史 斩断为上下两个阶段 这一事件 彻底改变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影响了后世数百年 绝非危言耸听